好了,我们看一下简单的小题目 他说有个两桶有五勺深的水 放个木块过来到七十五 取出木块,从石头到八十 然后将石头压木块多摸入边这里 百一十五 那七位木块多长 我讲过了,今天就把它写下来 就会了 好 水就五十嘛 木头会浮在水上面 所以在水只有部分 所以水加部分的木头是七十五嘛 然后呢,水加石头是八十嘛 全部压下去是一百一十五嘛 你这样子写完之后,你看到 那如果你要求木头,那会啥 就一百一十五减八十嘛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那个部分的木头是多少 二十五,对不对 末路的是二十五 那这里头可以配合我们 最后,伯二的最后的什么东西啊 福利 可以问一些问题,对不对 还在说 谁来要选C 很简单 小事情 把上面那些文字呢 就像底下这样子 把它标示出来 你看就知道答案要成算 很简单 好,来 要测量细沙子 讲过了 这个以前呢 是参考书 试验件上问 后来呢 因为学舍考不过类似 机舍考不过类似 就爱问 啊 请问你 为什么将一道路夹了两桶 它指到三百 没有到三百五 你本来是两百五啊 加水一百 不是一百加两百五 那变三百五 为什么只到了三百五 没有到三百五 没有到三百五 你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简单小事情 这我刚才在上课嘴巴上 已经带过这件事 No.2 2 有吗 起立 你的答案啊 没有啦 A A 请坐 一个砂糖是有空隙的 砂子是有空隙的 灌水进去之后 水会钻到那个空隙里面去 就不是另外多出来 所以它只有到三百 没有到三百五 到三百五 所以答案就选是A A 好 那由此可知 砂子多少毫升 想过去把它字写下来 它什么东西多少写下来 标一下 答案就出来 很简单 87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B B R 请坐 来 沙子加空隙是两百五 水是一百 水灌下去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空隙 就没有空隙 对不对 所以就是 沙子加上水 叫做三盘 那看一看沙子多少 三百一百一百 这就两盘 所以答案就选了 叫做 珠 但是不要做 好 这就是做法 这就是做 很简单 把它写下来 标示一下 写完 你就可以一看就知道 该谁加谁 谁减谁 你就会做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 头水法 来量体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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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